新聞娃娃有YouTube頻道囉 請大家搜尋新聞娃娃娃 或者掃描QR code 也可以按下訂閱鈕 開啟小鈴鐺 請大家繼續分享 孫小你會像這個老婆 這樣控制老公的支出嗎 我覺得說坦白話 可能是因為中西文化不一樣吧 我覺得可能是因為 亞洲社會的女性 常常就是會被男人有錢 就會作怪的 這一個觀念所束縛跟捆綁 可是我覺得說坦白話 男人有錢跟沒錢 跟他外不外語 其實真的是兩回事 為什麼 因為男人的心 他不象徵你 他的錢再多再少 那他還是會搞一些 搞經理的這樣東西 所以我覺得跟錢沒有關係 那每次在碰到這種題目的時候 我就會思考一下 我們家的狀況 如果今天我老公 他是賺到十六萬 坦白講老公錢 我真的不管 我不管 那我的用錢他也不管 可是我一直會認為說 在我們婚後我很慶幸 我們的價值觀非常的相同 好比是說就是我們兩個 因為我們是騎摩托車 那我們兩個覺得有的時候 如果是短程的話 除非說你很敢 那你時間的規劃上 你自己要掌握 否則我們都會覺得 如果說把錢都花在 坐計程車上面 我們就會覺得比較浪費 會比較不敢花這個錢 所以說在家裡面支出的話 我跟我老公都是有商有量 所以一直以來 我也不會管他說 你今天這個月要賺多少 然後你要繳多少錢給我 因為我覺得非常重要是 男人的自尊真的很重要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我會認為 這個人妻在我眼中 他就是個精明的女人 可是我認為女人要聰明 而不是精明 我打個比方 如果今天的女人是聰明的話 你是敢放的 你敢放 放權力 放錢 讓你老公出去外面闖 外面衝 那個就像是你在放風箏 你的線要放得遠跟長 風箏才會飛得高嘛 那如果說今天你是非常精明 你精打細算 老公就只會像這個孫悟空一樣 他翻不出你的手掌心 可是他永遠就在手掌心這樣翻 你覺得他闖得出大事業嗎 是沒有辦法的 對 所以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你說你有朋友是每個月給老公 一萬五的零用錢 但是會干涉他 是 就是因為你知道嗎 在臺灣的話 很多的這個老婆跟老公之間 都會就是跟這個人妻一樣 老公把所有所得上繳給老婆 那老婆再來分配 可是問題就是說 我的這個朋友 他每個月給他老公一萬五 那我就說那既然是這樣的話 老公怎麼樣花費 你就不要去干涉他 不是 他對於他老公 就是偶爾去花 用這個錢去買樂透 他就很感冒很不開心 所以只要是他老公皮夾 他都會去偷偷檢查皮夾 只要看到那個彩票 他就會開始會念說 你為什麼一定要買樂透 你又不會中 中的話我們早就發大財了 還是就是肯幹實幹 腳踏實地比較好 可是問題是他老公就會認為 有夢最美希望相隨 那老婆老婆就會認為 小錢累積成大錢 你這樣是浪費錢 所以兩個這樣子 夫妻吵得不可開交 這個時候老公就會覺得說 你今天就給我一萬五 其實我怎麼分配 這是我的事 我只要不要透支 又跟你請款 那你就不要管我 於是有一天他老公被念煩了 就跟他老婆就講說 我告訴你啦 他就說你呢 我也有注意你喔 你很喜歡拿錢去搞一些 什麼中藥 中醫減肥 又埋線 用一些 他說我看你也沒有瘦 那我再浪費錢 看中醫很貴這樣子 一講 老婆嘴巴就被他堵起來 所以再也不會干涉如何用錢 對啦 你給他 那個他的零用錢 你還干涉他買東西 那吳老師是 你的聽說你以前的收入 都交給老公 交給老公的公司 就是他在經營公司 我覺得夫妻嘛 同一條船 一定要好好照顧 所以他就說我欠多少 我就拿過去 拿過去 就這樣子的 拿到有一天才弄懂 不對了 為什麼 因為就沒有自己的錢 對不對 也就有一天 我就記得很清楚 在新生南路上 我在打公共電話給我媽媽 我說媽 我現在欠兩萬五而已 欠兩萬五 支票給你兩三天 你就可以加下去沒關係 我沒有 我沒有 你媽媽跟你說他沒有 我沒有 我把你回家 電話就掛掉了 掛電話 我整天靠起來說兩萬五 你都不借我 兩萬五都不借我 怎麼會這樣 但是那天哭我才清醒 我大夢初醒 就是說原來我過去把老公的錢歸我管這件事引以為榮 其實是錯的 他管他的 我管我的才對 我賺我的 我還可以養孩子 可以養家裡 他賺他的 他在公司的經營 他才會做 後來證明這樣才是對的 我現在老公 他自己做得很好 但他如果依賴我就覺得 老婆我簽多少 我欠多少 那個走在路上 人家支票不肯拿走 就是說我說拜託你支票再也一個禮拜 好嗎 我去總值 不可以 那個三更半夜 叫他 比較萬聾 比較萬聾值 我這個淡水路上 這樣走的時候 晚上那個 七峰谷很辛苦 我那時候有看 一個人在那排位 很危險 我跟你講 講真的 那個時候我才 媽媽這樣電話切斷 我大策大悟 從此以後 你賺你的 我賺我的 然後我們的家庭開銷 各自認領 水果你買 瓦斯水電你付 那貸款費用我付等等 就類似這樣 我們才打平衡了 這樣才對 那媽媽是故意教育 不是 他覺得說你已經幾個 你已經都快 那時候幾歲 四十五歲 四十五歲 跟媽媽開口 對嘛 就很丟臉 從二十幾歲 三十幾歲 到四十幾歲 還在周轉 所以人家猶他州大學的 那個教授 他就做一個研究 一個夫妻 一對夫妻 如果一個禮拜 至少炒一次 為了錢的價 比起一個月才炒一次的 離婚率會提高百分之三十 所以最幸福的夫妻是 他們有共同節儉的概念的夫妻 節儉的 節儉的夫妻 大家都很缺 你不要去什麼埋線 我不要去買樂圖 就是說他們有比較有共識 願意討論 一百五就一百五 吞了就吞了 完整冰箱裡面有東西 抓一抓拿去公司吃 那你說這個 你這邊有案例是 要有發票才能爆炸 對對 那個老公 他是引以為榮的 他沒有 就是說老公的錢 都是老婆給 我只要給發票 給油錢的那個收據等等 照樣給他 他在笑一定是他家 不是不是 我想要勤口 他就以為 他就以為說 我真的很幸福 錢都歸老婆館 因為那個存責都在他那裡 有一天差不多六十多歲了 那老婆就說很抱歉 我要離開你了 所以孩子都帶走 孩子都已經二十歲左右 都帶就帶走 錢也帶走 後來是打官司 再把錢拿回一半 所以他他誤以為他很幸福 因為錢都是老婆館 可是他錢都給老婆 然後又發票再錢款 對啊 那老婆為什麼會離開他呢 這個就是女人的苦衷 你要了解很多女人在那個婚姻中 並不快樂不幸福 他會覺得我等 我等等孩子長大 對不對 你不要這樣講 不是不是 我朋友也這樣講 就等到孩子長大了 錢我也落到了 孩子我也在我旁邊 我們再來說要怎麼離婚 對啊 我的意思是說 那個男生也沒有做錯什麼 而且他還把錢都交給太太 對啊 但是就是他在外面有一些關係嘛 老婆管不住嘛 他就會覺得說算了 我不要你了 他不知道說 女人在婚姻中會成長啊 他有自主性出來了 是是 像你一樣 對 沒錯 沒錯 真的